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却理都不理 喝道 有圣旨身赤御使蒋世兴 蒋世兴跪下听宣 蒋世兴连忙跪下 他跺脚骂道 困账东西 不时抬举 干出这种乱的雷 你们姓蒋的都不是好人 出道蒋世兴这辈儿干坏 坏透了的东西滚下去 蒋世兴叩头起身 面无人责 他骂够了 扬长而去 按清朝的相关制度 传旨身赤之事 经官犹太监宣旨 但被身赤的官员只要向太监行贿 宣旨时就不会来骂 蒋世兴是个穷监官 又得罪了大老虎一筐 不要说无钱行贿 就是行贿 负责传旨的太监也不敢收 因为他的上司 一筐的捧挡李莲英早就吩咐过他了 要他到都查案当着众人的面 狠狠羞辱蒋世兴一顿 而 这一切都源于蒋世兴的一封奏折 1904年初 蒋世兴上奏设置国家银行户部银行 拟一百两万亿股 共四万股 户部认购两万股 另外两万股由官民等招股 由于商人不信任官府 想应者寥寥无几 蒋世兴便提出 请权贵们带头入股 吸引商人入股 以免国家银行倒闭 于是 朝廷下令 王公贵族应率先将银子存在国家银行 不得存入万资银行 蒋世兴得之一筐不仅生活极度奢侈 还在贵丰银行存款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后 便要上奏堂和他 展开全文慈禧 收到奏折后 认为事关朝廷脸面 想留中不发 不了了之 但一筐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消灭了所有证据 所以 有恃无恐地力求查办 慈禧派左都御址去调查 可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说 银行不能透露存款人的隐私和银行账目 还说 他们未见过一筐 调查没有结果 正好合着慈禧的意 于是 他下令罢免了蒋 世兴的御史职务 回到范林院坐冷板凳 并接受申斥 这便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遭受羞辱后 蒋世兴对官场心灰意冷 决意在经商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904年10月 他和几位同事 成立了京师华商店等股份有限公司 克服重重困难 把发电厂建了起来 并于两年后正式对外供电 另外 他还在唐山办起了杨辉油 生产水泥 这些举措对于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